今天我们的店长 你们做的这个研究 接下来我们欢迎香港科技大学汉娜教授 来和大家分享 寻找抗衰老中草药复方的演讲 我们掌声欢迎汉娜教授 欢迎 我本人是学医的 这些年 二十多年在我们科技大学工作 是基础和医务研究 今天跟大家会报的 是我们怎么样 用现在科技手段 从草药中发掘一些抗衰老的厨房 我是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技部 教授 这个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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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人体酸宝 包括缺体的酸宝 都消化 心脏的运动 那么跟这些缺体运动酸宝相比讲 比如说 就是新陈酸宝 相比来说 也是更重要 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他的心智能力存在 所以我们这个联终的重点 是脑部的抗衰老 那么脑部有很多神经地质的受成 神经的功能 包括性质性地质 和意志性地质 来达到传导作用 那么在性质性地质 就是有比较多 地质性地质 在脑里只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受阻 大家看到了 这个穿过受阻 它是我们脑子里面 唯一的 地质性地质受阻 所以可想而知 如果这一个 这一个 地质性地质受阻 功能有障碍的话 那很容易 心脏意志失调 那么就 这个 容易很多 心思方面 随便方面的情绪 就会发生 所以我们就是说 重点从这个 地质性地质受阻 出发 然后我们做了大量的 关于这个受阻的结构功能 和药物学的工作 然后就用这个受阻 来从中草药 这个混合物里面 筛选 这个有效存在 这个呢 我今天就没有时间 一个一个去报告了 那我重点呢 就介绍了一个 中药的服方 这个服方呢 有四个药 这里 都照片子 表示出来了 四种药 我们叫BYPA 简称 那么 这些 这个四个药 主方呢 是基于 我们中医学 中医的经验 从中医学 他没有精神 但是有心智 从看了大量的方子以后 总结出来的 有的像这个 柴虎 他就是做干精的 因为心智 基本上 很多都是干气离结啊 这些 所以有的是做心晶的 这个 像这个 还有的是直接是帮助睡眠的 通过大量阅读中草药的 这些 经验方 总结出来 经验了这四个药 然后呢 就用现在科技手段来研究 这个呢 就是把这四种药 分别的做提取 然后来 在跟那个神经兽体 和不同的神经兽体 来测定他们跟兽体的 结合功能 你可以看到 不同的药 跟不同的兽体的 结合功能曲线 明显是不一样的 那么 当这个四个药 走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的作用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有人来帮助你 只要把这些 类似的 科技手段 可以来帮助你 没有 没有 那可以看到 他们四个药 走在一起以后 是有一个神奇的 邪功作用发生了 曲线整个就发生 变成一个S型的 你要是做药 你看到一个S型的 主要很特意的 一个功能在 他们单独的时候 是没有的 合在一起 就有这个作用了 那么这是在体外药 所以 体内怎么样呢 这个药 就是 喂给老鼠 然后呢 我们就做了大量的 四个药单独 然后两个两个组合 三个三个组合 然后四个在一起 组合 喂给老鼠 就做了十几年 因为每个药 到不同组合 不同的气量 不同的指标 那这里呢 这个图 给大家看的指标呢 是抗焦力作用 和那个症气催眠作用 抗焦力作用 因为那个经常 神经精神疾病很清楚的症状 就是有焦力增加 那么 我们就看这个四个药 他们单独的时候呢 有三个药是有抗焦作用的 但是它同时就有催眠作用 所以这种药 如果是白天吃的话 它虽然不焦累 但是又真的打瞌睡 也不好喝 所以呢 就说有这个睡眠 那个嗜睡的副作用 那其中有的药单 它是就干脆 自己就没有抗焦力作用 但是它们组合了以后 就不一样了 它们的作用呢 不是个简单的叠加作用 往往是臭筋或者结痕作用 所以这些作用是没办法预测的 必须一个一个做过去才知道 谁和谁走到一起 以后是叠加 还是互相结痕 那么当这四个药走到一起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抗焦力作用 明显的增加很强 跟那个安定药相对比 它是差别的 安定食的新药 很多人都能用过 但是呢 安定药呢 它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很多副作用 其中包括就是打瞌睡啦 手脚发软啦 病人晚上吃了一多 去趟上厕所要摔倒 或者是吃力下降啊 这些作用都是已经经过很多研究 确定了确实大量的副作用 那么我们这个中药的浮方呢 它有抗焦力作用 但是没有这个赤碎的副作用 而且这个药的作用呢 是确实是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个神经地区社区的副作用的 用药理学方法 这个结痕技可以阻断保守这个作用 那你就知道 确实是通过这个手机发生的作用 这是一个药理学标准的方法 那么安定还有一些其他作用 刚才说手脚发展啊 或者是活动减少啊 还有这个轻易度想象 不论学生 我遇到一些时候 高考学生 晚上比如说家长不怕他好不好 睡觉不好 给他吃安定 第二天考试也很糟糕 因为这个安定 有这个人之后的副作用的影响 所以在老鼠里面 就看看这有没有 我们中药有没有安定的这种副作用 可以把老鼠放在这个活动的名字上 他能不能呆在哪儿 如果呆不住 就因为他肌肉发染到摔下来 那么他也在这个移工里面 看他能不能有弃异病 但另外就是说 他的起手活动 量不过下架 没有失税的情况 那么这个厨房呢 他没有这样的安定式的这种副作用 那么摔老鼠这个功能摔老 一个很典型的症状 就是空间记忆的下降 因为老人出去或找不回家的 这种是常见的事儿 这个跟其他的精神疾病毒 比如说精神忠烈症 他也有记忆的下降 但是他没有去工作记忆的下降 就是walking memory 下降 那么老年之外呢 它是个special memory 空间记忆的下降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厨房可以很好的改善 这个保守的空间记忆的在乎 在乎外民工这些民工里 它可以表现得比较好 就是记忆的加强 那么另外一个指标的收画 老后生化主要 有典型的主要 经过这些年的研究 最近大家注意文献的话 就是有一个 新制 大家现在基本上 这个理由 基本上已经比较公认 就是炎症和网路衰老的关系 甚至形成了一个新的词 叫information information 就是发源 aging 就是网年 因分析就是一个新的词 就是炎症和老化 是很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们就检测一下 这个药吃了以后 老虫老虎 它的一些炎症 还有免疫学的指标 那就可以看到 吃了这药以后 它的免疫学指标下降 就是氧化水平下降 炎症下降 所以从修化学和免疫学 提供这个药物的机制 那么这个药 是不是只是对脑部有作用呢 很难想象 它吃了全部都 它可以通过血脑屏障 对脑部这些作用 但甚至全身其他方面 也没有作用 那么这个也不是这样的 这个照片就是 就照着老虎的这个无虚 参考的时候呢 就是它无虚掉 很明显 很容易就看到 那么吃了这药以后呢 它就是工掉 从而脑部功能改善以外 它就还有一些躯体的一些症状 可以减心 就是防止脱虚 那么这个小时光呢 就是真的做过这个药以后 同时大家都感觉 中药多大精神 所以这些配方 真的它不是单独一个药 能起作用的 至少在这个例子里面 可以看到 它们单独作用的时候 你看这四个颜色 是单独作用的 但是它在一起的作用 就是完全超过 那有的三个药 就是完全是互相结抗 它就有点作用的 所以它这个配 配方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研究 学到的 那除了这个中药药研究 比如说还利用其他的方法 比如现在基因组织的方法 比如现在基因组织的方法 来尊重 这个人文化以后 它的基因组织的突变 比如说 看它设计突变 特别加快 那么它的表观力 穿学的改变 那么 奖基化 就是DNA奖基化 是一个保护的人 那么随着年龄增加 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做 从三岁的小孩 做的九十三岁老人 做的不同年龄段 它的DNA奖基化的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三岁到二十岁出途的时候 它这个奖基化水平 是一个增加的过程 那么到了二十来岁 四十岁 这个是一个平台期 到四十几岁到五十五岁以前 它是不是有三星期天 那么到五十几岁 快到十岁的时候 它就 好 对不起了 实现下降 一直下降到大概七十岁 诸多年 那么不差 后年到九十九岁 接着这个奖基化 所以这个是DNA奖基化 所以呢 可以跟踪人 如果你的年龄 是只有五十岁 但是你的奖基化 程度是下降很快的话 你也是一个 你低位指标 衰老的位指标 我今天不担议化 就是你 所以谢谢大家